中华港澳知友协会 周二在台北举办台港澳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座谈会 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指出 台湾官方向来对香港政治发展的评论不多 他尊重台湾方面的政策 但刘瑞绍说 我只是做一个假写 如果台湾方面表示关心 愿意观察北京在香港的一国两制落实的怎么样 我估计北京对香港的宽容程度 很可能也会大一点 刘瑞绍甚至明白地透露 北京耳化的大陆 有时候朋友已经说 台湾根本不相信一不了志 我们在香港还要演戏吗 这个当然不代表北京中央 但是的确有些人是怎样想的 怎样最害死北京 刘瑞绍致辞时感谢台湾陆委会的关心 接着说 其实也应该感谢北京的关心 因为北京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关心 他指出 香港跟中国的关系会辐射到台港关系 目前香港正在讨论政改方案 短期间与北京形成较紧张的关系 北京的角度 它是一个中央话语权的保卫战 同时北京也觉得 这个政改的争议 如果有外部的力量 这个在他的眼中 就包括由来自外国的 外国的不友好的力量 在香港发挥一些作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 北京也会看成是一个政权保卫战 刘瑞绍分析 雨伞运动发生时 马英九只恰如其分地表示 支持雨伞运动的精神 没有再谈会有些什么行动或介入 这对北京不构成挑衅或刺激 北京对香港政改方案已有多方部署 相较不紧张 但北京会关注香港情况 影响台湾民众对北京的担忧 从而影响两岸关系 甚至在明年台湾总统大选时 发酵成为议题 刘瑞绍分析 习近平上台第三年很重要 他能稳住政局 代表以后很多年都能稳住 如果习近平反贪 打老虎的动作 引起内部不稳定 恐怕会对其他方面 采取更高压的做法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蔡子强表示 港台两地在太阳花 雨伞运动 相互支援 分享和平非暴力对抗政府的经验 这股港台民主力量河流的趋势 是北京不乐见的 但这对港台河流却有一点好处 蔡子强说 他们常常警告香港是什么欧结外国势力 但是台湾就是你不能说是这个外国势力 都是中国一部分 所以这些说法 他们现在是反对这个欧结这个台独势力 但是你台独势力也不是完全可以 所有的台湾团体 所以香港跟台湾这一个联系在一起 比较香港跟好像一些外国 美国 欧洲国家 他们的社员团体 联结在一起 令到我想北京是更头痛的 行政院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 致辞时主动提到 陆委会对香港人民积极争取 香港特首跟立法会普选制度 其实非常关心林祖嘉说 台湾的人对于这个民主自由的追求 我们觉得其实香港也是一样 这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 所以我们当然是非常大力的支持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大陆当局 还有香港的政府能够更去倾听香港的民意 能够跟香港人民用一个和平理性的方式 来寻求共识 林祖嘉表示 希望香港真民主能得到各方都接受的圆满答案 让香港的民主进程可以顺利的推展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